先下下你 如果你的店鋪那麼高 可否開一間幼稚園、補習社 開個playgroup、跳芭蕾舞的中心 現在是11點20分 11點20分的星期五 5月24日 2019年等下有個Agent Life 一件事很強 一件事是有一個全世界最好的老婆 I really happy 所有男人都跟她說我贏你一半 因為我有個好老婆 我老婆幫我公司的時候 證監會拿牌照之餘的時候 現在我們公司上了軌道 她搞很多教育 所以最後我對這個幼稚園 對這個UK的學校都很熟 Anyway 後面這間店 就成交了大概1.2億 這個鄧具名估出來的 所以她的鄧具名估出來的 大概1.2億 租金的時候就寫35萬5千元 回報大概3.6厘 回報不夠 4點元估了 大概拿一年左右的時間 物業升值就是28% 好 看看基本資料 好 看著這個 好了 店舖潮光街 再轉過去的時候 這裡經營地城的海旁 海旁那邊 剛剛旁邊就是西環 你知道是中聯辦那邊 所以稍微遊行就得多一點來 哈哈 好 就是這裡 再上去拍攝整棟大廈 成這樣一款 好 看完呢 同你轉個圈 照片的時候給你得知字就是這裡 就是潮光街 這裡沒有人來的 沒有人走過這裡 但是沒有人走就對 做幼稚園方便停車 港島西區有高級 那邊就向著海邊 那邊就中環方向 那邊就向西環的方向 西環就是堅尼地城的方向 這裡方便的 做幼稚園好 好 前面又停車 接小朋友 家長等候 一樣東西都好 到基本資料你先聽 就說的是 一樓8300呎 地下的時候有個舖 看到圖籍了 樓上很大的 寬的時候 整個寬度大概三十多米 三十多米乘三十多米 三十多米乘三十多米 就是米 不是尺 所以很大間 所以再上去看的時候 回報街低 所以怎樣沽貨 成交價值1.32萬一尺 等他命 Jimmy 很高興 我和他都算好朋友 我當我朋友 不知道是不是當我朋友 但就OK的 已經成功大了 這個位置 好 一件事的時候 大家 只要大家不知道 這個叫做Malvin College Preschool 英國有很多間 我聽我老婆說的 原來Preschool Preschool College 最重要是看 Top 100的Balling School 這個A-Level A-Level來說就是 Wickham Abbey 排第一 要數下去 Westminster 數下去 頭頭20個 Werlington Downhouse City of London 這些東西 但是這間東西 我不是很穩定 他說最主要看這個 By A-Level 但我看不到這個 Ranking 所以我看其他報道 這間東西 By Co-Ed 就Rank 我先看看 Ranking By Co-Ed 就Rank 79 By A-Level 又是79 不是 Cow-Ed 可能 但是他說英國比較好 那些Balling School 英國我不認識 我一直讀美國的學校 英國的Balling School 通常都是Unisex 一是男學校 一是女學校 然後 2021年 Rank 18 總之就是Rank 32 算不錯 有一個學校 它的學校應該是在Science Park 這是一個Pre-School 即是Kindy Garden 好 如果有幼稚園 這樣的高度 是不能出牌的 為什麼呢 因為要2.75米才能夠高過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補習社 補習社 補習社都要2.75米 因為補習社要拿牌 因為每一天 你多過8個生歌 你要拿牌 但是如果你是純粹一個play group 一個 一個 百雷美中心 你不需要拿任何牌照 你不需要拿牌照 基本上 但是食肆要有2米的clearance 但如果補習社 幼稚園也有2.75米的clearance 知道為什麼呢 你看看這裡 這個樓底很高 這個樓底才能夠做到幼稚園 如果樓底不夠高 是做不到幼稚園 很多鋪 為什麼做不到幼稚園 做不到補習社 就是因為補習社 放在假天花後 有2.75米 這個也不夠2.75米 但是食肆就行 食肆就2米 已經可以了 你不需要買牌照 看牌照 看牌照 好 恭喜賣家 這裡的時候 這個位置不會留言 1.2億這麼大間店 3.6米不錯 很難找 三十多萬租金 我知道現在找幼稚園位置 我老婆一直找 都知道 很難找 現在大面積的空間 這個好威力 歸賣家 收到租 有1.2億這麼大的空間 這個起碼都五六分以上 好 歸賣家 快買個